走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顺着指示牌找到奈何桥 果然 摆脱了病烟烟的去壳后 走起路都是身轻如烟 在曲浩吉拿到牌为号后 便安安静静地在一旁等待 等候听十分常亮 但气氛很沉重 大部分人都是一脸焦虑 等待着那个意外 让人解脱的梦破桃 估计还要很久才能排到我吧 起身想四处转转 竟然看到老张头 你不是三个月前就死了吗 怎么现在还没排上好 瞎喊什么呀 声音小点 老张 没想到你也这么快死了 终究还是没能熬过那病啊 有个熟人 这黄泉路上也算是不孤独了 和老张聊了一会儿才知道 原来早就排到他了 只是他一直偷偷跟黄牛换号 说是还不想这么早转世 我还没死呢 只要还有人牵挂 我就还不能死了 在被召唤回去之前 我没明白老张的话 现在 我在孙子的梦里 他满头大汗 缩在一个角落 身体瑟瑟发抖 是个噩梦 突然老屋顶大梁上挂着的一个大棺材 掉了下来 从里面爬出一只人形大鳄鱼 我本能地挡在孙子面前 手中变出一把铁肤 几下便把鳄鱼解决了 爷爷 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其实没死 说完孙子 便冲到我怀里 止不住地哭 这下你知道了吧 我们还不能死 于是我和老张 都过上了偷偷换号的日子 静静等待亲人的召唤 每每要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偷偷找黄女 换一下号码 只是每次都会有人 善意提醒 或迟或早 终有一天 我们会被那个世界遗忘 直到有一天 老张失落地说 我想去喝那碗汤了 已经很久 都没有人在梦见她了 我目送她排队 开始一个人 找黄牛的日子 我还是在各种 奇奇怪怪的梦境里 被我的小孙子 召唤回去 她剃光了头 一直照镜子 然后我被她的样子 逗得哈哈大笑 说她丑得像外星人 她被她提教训了 梦里还哭得稀里话了 我一边帮她抹泪 一边恨恨地骂她爹 这小子竟然敢打我孙子 她画着菩萨和佛祖 看见我就欣喜地 往我怀里塞 说果然显灵了 爷爷真的回来了 她长高了 考进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恋爱了 给我看了 那个姑娘的照片 说爷爷你看 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她分手了 梦里全是酒精的味道 她工作了 拿了奖金 哭着说 恨自己没来得及孝敬我 如果不是开始 掩打黄牛 真想就这样 一直见证着 她的喜怒哀乐呀 我的小孙子 我在心窝里 疼爱的小人 我再也不能用 这样的方式 陪伴你了 你已经长大了 我也是时候该放手了 我默默站入队列 可是身体 剧烈抖动 我知道 我的小孙子 又在召唤我了 3965号 回到你了 还会好吗 词词曲绮